大家好,我现在录了一段视频 就是现在炒得很热的就是刘彦平和郭文贵的第二段录音 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什么呢 胡锦涛准备出席郭文贵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也是可以有效的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的政治问题 解决中国的专制统治和黑暗政治的问题 揭露事情真相的一个绝佳的欠在南风的机会 是吧 那么我现在呢 命令 林文贵必须参加郭文贵的新闻发布会 做出如实的历史真相的公布 特批 胡锦涛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陪同下 称作国家元首专机 由中国空军提供足够的安全保护 前往美国纽约 确保 往来的飞行安全 同时 希望 胡锦涛同时 胡锦涛同时 如实的把历史真相彻底公开 并且 并且 赦免胡锦涛在参加参加新闻发布会 以及 其他的与此有关的一些罪责 林郑月娥 也必须勇敢的站出来 如实的 陈述我妻子希悦在香港是如何遭到迫害的 所以我现在希望郭文贵先生有效的组织好这次全球新闻发布会 如果在我这个命令和特批的指示下达之后 如果有人敢于阻挠阻碍 在我这个视频发布之后 在新闻发布会之后 搞什么秋后算账 抚摸不轨 打击报复 凡是涉嫌此等人员 一律就地处决 所以我希望林文成郭文贵 包括胡锦涛林郑月娥 勇敢的站出来 把历史的真相彻底公开 无愧于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无愧于我们是一个阎皇子孙 无愧于我们是一个正直的人 无愧于我们的列祖列宗 我们中国人有骨气不怕死 敢于勇敢的面对任何邪恶的势力 所以在胡锦涛林郑月娥 林文成 初期新闻发布会时 中国的安全部门 情报部门 必须确保 以上这四个人的绝对安全 不得擅自行动 更不允许对这四个人搞秋后算账 一切都要依法处理 好 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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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